这比较基盘丽东的写生比赛 邀请到何山、严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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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小的学生 来为主营严重的妙务文化 今天也在严峰各小的国家中心基盘扳江丁礼 对三百万位的学生当中 三次六十三百优秀的作品来标用 而且也办法将近来告练小朋友过多的兴致 马逢能够来了解到妙务的传统文化 每个小朋友的作品来标用 一百再一百的堂位挂在厚厚的堂上 这里的美丽当中是对三百万位的小朋友 在比赛当中在就合成一个作品 而且当中的小朋友也欢迎说到他们卫兜的心情 它的妙宇就是非常古香古色 它能让人知道里面有很多的众神 还能让你的绘画能力感觉有受到神助一样 日前几位说基盘丽东卫兜比赛 邀请到好山、严峰以及平方国小的学生 来为出党中的妙务文化 便利今天基盘传统文化 对三百万位小朋友当中选出六十三百 有受的作品来标用 基益公主义也标示 透过围图比赛 可以让他们了解妙务文化 还可以增加亲自的感情 基益公主义也标用 每一年都来基盘学生比赛 所以今天我们在圆龙国小来颁奖典礼 就是每年都来这里一次 随校大家都很热忱 随身大家都非常高兴 跟铁的家长在那里亲自活动 这样也是非常的好 参加比赛的小朋友都标示 在围图的过程中 可以最细地观察到 妙务的特色以及文化 不但让他们大家感慨 增加后患者的地色 可以教学到宗教有哪些 值得我们欣赏的东西 还有上面的那些建筑物雕刻很精细 有老爷爷们在下棋聊天喝茶吧 的那些情景 还有庙的那些龙柱 还有一些很精致的东西 对画画很有趣趣 然后我是第三名 中年级组织的第三名 我很喜欢写生 然后每次有参加紫卫公的时候 我每次都很想去 基益公主义的比赛 年轻都有孤班 参加的学生也会越来越多 也希望透过活动的办理 可以让更多小朋友 处理到没有传统文化 继续爱转 常有报道